先前提过瑞茨ABCKY是少数顺利争取以科技事业申请第一上市的生计公司 原因就在于其实总经理何重仁过去一直都是在美国卫生部志愿底下进行研究工作 将公司带往回台上市IPO的这条路 鼓励何重仁博士从研究室来到资本市场的关键人物 则是持续在投资界投资生计新创公司的李家荣董事长 董事长也特地向我们MoneyDJ团队分享了此段故事 瑞茨生计公司是我和何博士在早期共同创立的公司 那我记得12年前当我认识何博士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他拿着一个小小的玻璃杯 就是所谓的烧杯里面放几颗玻璃珠 他就在那边转一转告诉我说 他要做出一个比这个玻璃珠更小很多的这个 也是一个小的一个particle 然后上面会有这个barcode 会有条码 那我跟他谈了之后 以我的这个投资的经验 还有我的团队的这个共同推荐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宝 那希望说能够跟何博士合作 把这个宝挖出来 那当然一路走来也遇到很多贵人相助 那公司成长到某一个阶段 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是利用半导体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制程来做出生物科技的检测 那台湾是在半导体科技非常成功的 这个产业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技术拿回台湾 一定会得到台湾的这个投资者 或是台湾的这个产业方面的认可 也认为说我们把这个半导体技术 应用到生物科技 是一个很smart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我们想要回到台湾来 第二呢 就是说我和何博士都是在台湾长大的 那我们像我本身是在台大农化系 拿了学士 再到美国去拿化学博士 那我有机会在生物科技界工作 我就一直都希望对台湾的生物科技 也能够有所贡献 那从我做创投的经验 我觉得说如果台湾的证券交易场上面 有好的公司 不管是台湾的公司 或是从国外回来的公司 在上面挂牌 来加强这个台湾生技公司的阵容 这应该是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就规划 说到台湾来上市 那这也得到台湾半导体的投资者 或是生技公司的投资者的支持 走到今天我们经过何博士12年的努力 那公司本身已经到了可以commercialization 可以商业化的产品的阶段 这段过程很辛苦 但是我们觉得说何博士的努力 已经做到一个可以开始走入商业化的一个地位 所以这是我们也得到台湾证券交易所 对我们的认可 得到他们的支持 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挂到台湾证券交易所 我们将会很努力的成为一个 在检测方面很成功的生技公司 新兴世界已经成为又一波COVID-19肆虐的重灾区 外界也将持续矚目与检验 在这波疫情当中 检验试剂厂商们的真正价值 到底谁能够真正受到市场与学术领域的双重肯定 打造出真正符合各国政府期待 准确快速又高通量的检验试剂 抑制住疫情扩散 想必也会是ABCKY瑞磁生技挂牌后 投资大众持续关注的焦点